你们那个创意是很好的 但是呢 就是除了恒相之外 张忠心 今天那么早下班啊 你来了 早就来 姐大哥 幸福吧 先走了 好 再见 我还在犹豫要不要上去找你呢 怕打扰你了 不用 那下班我们去哪里啊 听你的 下班了你 美洋 这么巧 刚好碰到你了 在这把钱还给你吧 省了再去找你 我说了 我不着急用钱 拿着吧 张总监有钱了 准备怎么和女朋友庆祝啊 那 不好意思 我们先走 走吧 想看电影吗 还是先去吃饭 都可以啊 听你的 走吧 快乐 你没想着想着你 在哪里的 我会再说 都可以 在哪里的 都可以 那堂 你也不过 好 好 你刚刚说看电影 看什么 他现在有什么电影在上映 你喜欢他哪种片子 那影片呢 之前那个路边的野餐 他们说很不错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 红星 怎么了 江老师 不好意思 电影就算了吧 你累了 没关系 那不去看电影好了 我查过了 你公司附近有个牛排馆 特别好吃 我们去那儿吧 真是不好意思 改天吧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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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个集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宏兴 这是混蛋 你怎么会来 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有句话很早之前就上跟你说了 其实之前有个机会 但是那个时候 你的状况不好 其实在微信上跟你聊天的 一直都不是我 不是你 那是谁 是童童 我应该想到的 对不起 我也要代替童童跟你说很对不起 我知道我们妇女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生活 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如果不是因为 我心里面有另外一个人 我们绝对有可能是另外一种交往的方式 只是 我了解 我知道 童童真的很喜欢你 我对于我们两个 对你造成的伤害 没关系 没关系 真的 没事 是我自己误会 张无析 你 谢谢你 告诉我这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老师 你找谁啊 找江慧 在呢 搬走了 搬走了 他不是刚搬进来吗 我这还纳闷呢 这才住了几天 就给我打电话说不住了 押金 新买的家具 都不要了 那 那您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 这我可真不知道 他只说钥匙在屋里让我来拿 我这还没看见人呢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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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张老师啊 门口有人找你啊 谁找我 一个叫张童的女同学 说是你搬的 那个麻烦你告诉她 我不在 对 谢谢 谢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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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欢迎光临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你好 我是江慧 现在方便和你见一面吗 好 那我等你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了 你好 坐 要喝点什么吗 不用了 是这样的 很抱歉啊 那么唐突把你叫出来 我是想在临走之前 把想说的话跟你说一下 你要走了 跟他一起 不是 是我一个人 他不知道 我想给自己休户长假 出去走走看看 我真的很喜欢张红夕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男人 像他那么 聪明 睿智 还很幽默 所以 即便我知道他心里有你 可我以为 只要我真心对他 他就能够重新开始一段感情啊 我 可是没想到 我错了 那天 我看到你在车里哭 我才意识到 在爱情里面 他真的是分先后的 在张红夕的感情里 我知道了 他的爱情 就是属于你的 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我想向你道歉 如果这段时间 如果这段时间 让你误会 伤害到你 我很抱歉 我和张红夕真的没有什么 一切都是个误会 是我一厢情愿 我希望你不要误会他 我很谢谢他 他给了我一个梦 现在梦醒了 我也该退出了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你不要误会他 我说完了 那我先走了 姜老师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拜拜 姜老师 你那么漂亮 肯定能找到那个队的人 比他更优秀 拜拜 老师 您知道姜老师去哪儿了吗 姜老师他辞职离开了 辞职了 他怎么没跟我们说呀 你是他们班的同学是吧 这个是参加我转交给 一个叫张童的同学 你能给他一下吗 行 谢谢老师 客气 童童 很高兴能认识你 并跟你成为了 亲如母女的好姐妹 这段时间呢 谢谢你一直陪伴在 黎神的身边 被他操碎了心 他让我替他跟你说一声 谢谢 这个徒弟啊 没白受 由于一些个人的原因 我要暂时离开了 我走了以后 你一定要记得 安时吃饭 养好身体 小小年纪就得了胃病 以后可怎么办呢 你要记得 每天都要背诵古诗 有什么不懂的 就问丁阳 别总是张冠礼带的 闹笑话 还有 你要听话 不要任性 别老跟你爸爸怒气 要理解他 他很爱你 如果 一定要说 有什么遗憾的话 那就是 不能和你 以及我可爱的学生们 当面道别了 我可不想 在你们面前流眼泪 那我辛辛苦苦树立的 犀利女魔头形象 岂不荡然无存了 箱子里的东西呢 都是我之前募收的 请你帮我 还给大家吧 再替我 向同学们 道一声 珍重 谢谢你们的陪伴 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光 我很快乐 无论在哪里 我都会默默地 为你们祝福 走了 童童 不要掉眼泪哦 你这个多出善感 外脑内热的小人精 我会想你的 拜拜 姜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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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师 啊 感谢观看 洪欣 对不起啊 我知道出这么多问题 其实都在我 江卉找我说 这是个误会以后 我觉得 这些问题都是我引起的 我特别对不起你 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对这份感情 太没有信心了 这些都是我引起的 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压力好大 压力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因为我离过一次婚 我还带着一个孩子 我觉得 我觉得我条件不好 你那么优秀 在你身边肯定有很多 比我优秀很多的女生 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 我们俩在一起 我老是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情 都是你在帮我 可是我什么都为你做不了 这对你太不公平了 其实 其实我真的很怕失去你 美洋 你错了 离了婚怎么样 我也离了婚了 我也带着一个孩子 这样的状况是我们两个 在一起的时候 彼此都已经清楚的 你说付出 从我到学生的第一天 你没少为我付出过 虽然你总是开玩笑 你说你有拿佣金 但是 我都清楚 你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我只是希望 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不管任何事情 我们可以一块去面对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子 当我想到一个人的时候 我心里是暖的 我真的很希望我也能做到 让你跟我有一样的感受 不过当你出现在搏击俱乐部的时候 我真的很惊讶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 你在 你的领导维卡是我的闺蜜 上官呢又是我的粉丝 所以你的一切信送 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你的心机这么重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 逃出你的手掌心啊 后悔没有 特别后悔 特别后悔没有早点遇到你 好 今天学校怎么样 还可以 一会儿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你关阿姨呢现在在排队 买游乐场的门票 我们今天带穆迪一块儿去 我不去 彤彤 彤彤 你怎么了 我说了 我不去 江老师都走了 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 你还有心思跟那个里人出去玩 要不是因为他江老师就不会走 江老师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妈 我就说你妈怎么了 彤彤 因为他江老师不会走 我恨他 我不会说你这么说我妈 不可以动手 知道吗 彤彤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就这样 彤彤 踢到哪儿了 你们怎么样 好 先上车吧 来 好 你好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抱歉 彤彤啊 彤彤 江老师在走了 彤彤 彤彤 你在哪儿呢 你爸没来学校接你吗 我爸他跟坤妈也在一起 他不要我了 我要回美国去 我不在这儿待着了 彤彤 我说什么 别急啊 奶奶爱你 奶奶关心你啊 谁要欺负你啊 我就跟他没完 你等着啊 奶奶马上来接你 目的怎么样了 好多了已经 别担心 对不起 我不知道彤彤的反应会这么激烈 别那么着急嘛 江老师对彤彤那么好 对彤彤来说像妈妈一样 那种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 能明白 我这边没什么事了 你去看看彤彤怎么样 谢谢 张红欣 你在哪儿呢 我跟你说啊 你不许再伤彤彤的心 赶紧到学校把他接回来 你要再伤他的心 你就不是我的儿子 行 妈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你好 你好 我是张红的家长 请问你今天有看到他吗 没有 今天没见到他 谢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张红爸爸 请问你没有看到他吗 没有 谢谢啊 喂 好 我马上来 彤彤 你小点声 他们睡了没有 彤彤 别喊了 就在上面跟丁阳玩是挺好的 你就让他在我这儿住两天行吗 那怎么行吗 那怎么你现在上去 有把握把他带走吗 上去再吵一架 缓缓给大家点空间 小孩嘛 过两天就过去了 会不会再麻烦您 麻烦什么 跟丁阳一块儿多好 那行吧 谢谢你哦 可我还客气什么 你也赶紧回去吧 找机上火的 行 我也回去跟我妈说一声 快点 我送你 妈 找到彤彤了 您放心 他的老丁家呢 他在那儿丁药陪他玩 没事 你看你这个爹 怎么挡的 是 是 我把他宠坏了 是我把你宠坏了 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呀 放着好好的人不过 非得跟冠美扬在一起 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呢 你一次 两次 三次 总是被他牵着鼻子走 好 是吧 看这心神不灵的 有什么心事是吧 我真的觉得啊 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 我这辈子最怕的 就是欠人情债 结果现在 一下伤了两个女人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董 你 教练我 以你丰富的人生阅历 给我指导指导 你这个问题啊 你说要是我在年轻个二十岁的话 咱们俩还可以互相切磋一下 这问题可能是我来问你 不行喽 我的战场是在商场上 不是在情场上 这问题我帮不上你 我想以你的智慧 你过得去哪儿 好 这么说你跟拍拍很好了 那真是天大的好事 她对我的好呢我都记在心里了 我也都明白 我觉得最起码 应该给我们俩 彼此一个机会 这样的对方都公平一点 对吧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在我看来 你们俩真的很合适 是 说说你的事吧 我的事我什么事啊 EAG啊 你看你休假一个月了 行与不行总要告诉我吧 陆明那个案子 我给你做备份呢 陆明啊 我跟他谈过 上次相亲那个联谊会 我跟他碰见了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等我决定了 第一时间告诉你 您好 朱小姐 这里有您的快递鲜花 是陆总送来的 谢谢啊 看这意思 可不是光邀请你工作啊 干吗 我也渴望爱情啊 不过感情和工作 我是不会混为一谈的 美卡 有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什么事啊 关于陆明啊 反正如果从商业角度呢 我肯定是希望 就在那儿工作的 我能挣到钱嘛 对吧 但作为咱们俩感情来说 我是觉得 你说你跟他 接触时间也不长 可能要多了解一点吧 万一要有什么小问题呢 小问题 谁没点小问题啊 我又不是要找一个 完美无缺的男人 现在 就先处处看吧 大家都觉得 相处得很舒服就OK了 是吧 也没什么太高的要求 行 你要这么说 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别别 咱们俩是闺蜜 当然得无话不谈了 以前在公司的时候 当总裁总裁总裁 总是得扳出一副领导的样子 搞得我对自己的认知都改变了 说到工作的事 我给你透个底啊 PAAG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说法 我是不打算再回去了 好 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把我的青春都献给了PAAG 奋斗到总裁总裁这个位置 也算是到头了 我现在唯一不放心的就是 这个总裁总裁以后让谁来当 你临走的时候不是把工作交给雷雷了吗 那不过是个权益之计 就PAAG目前的人员配置来看 PAAG 莉莉 汤姆 汤姆就不用说了 处事圆滑 眼界不宽 PAAG呢 工作能力是很强 可她在管理和处事方面 是有方法问题的 CEO这个职位得把控全局 PAAG到公司的时间太短了 这么短的时间难以辅助 莉莉嘛 人是很聪明 把面玲珑 可是她的为人有瑕疵 这点我非常清楚 如果没人约束她是会出事的 可以啊你 分析得够全面的 我在PAAG这么多年了 在公司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还长 我对公司当然是有感情的 明白 不是当着你的面说啊 这三个人我还是更倾向于派派 可惜呢我现在说话也不太管用了 我这个前任的CEO只能是建议一下 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公司总部那边 挺美的啊 挺美的啊 嗯 我刚回国 怎么了 安琳琳好客气 你怎么这个 这个时候能回国 我不回来能怎么办呢 我三大呆着我又还不上钱呀 你放心 我不会跑了 等我赚到钱 就把钱银行的都还了 你现在身上不仅仅是金融卡投资 不缓的官司了 他要是 David已经起诉你了 高临二亿金融了他的财产 最好的 这儿 当时我去申请开户的时候 他是同意的 赚了钱的时候 看让我家仓满入呢 现在怎么能这样啊 我不交这个钱 不交盈亏差价 是要被强制平仓的 我好不容易才熬到现在啊 安琳琳的这事你不能怪别人 要不然这样你跟David好好说说 那还会行吗 让David和银行给我一点时间 我以后每个月就还百分之十 加上利息一年之内还完 看这样行吗 好 我会尝试 但你应该做什么 否则我还没办法 老勇猛 谢谢你啊 我呢最近家里有点事 我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能不能就别让我参加选拔赛了 不行不行不行 那绝对不行 我告诉你啊 这次参赛的学员选拔 完全是按照国家队的标准 谁也不能走后门 你今天要是不来的话 这次比赛你就别上了 那行吧 我这儿就过来 嗯 嗯 嗯 几十年都不病 你那个鱼衣趁新鲜 先吃了啊 童童 走吧 童童 回家了 真是 我必逆天 童童 你这么打他嘛 童童 快 跟童童说再见 喂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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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让他再让我住两天呗 很方便 没事 那我过不去的坎 是吧 你妈童童都是女人 得哄 哄哄就好了啊 我倒觉得重点是 让那个关美洋 把维卡弄回来 要不然怎么混 这事在总部啊 现在对我来说 家里的问题 比公司的问题大很多 走了 谢了 嗯 办点正事啊 早饭 早饭 喂 喂 我怎么少了一个呀 我买了两个还是三个 老糊涂了 明明老糊涂了 到底买了两个还是 咱们咸菜没了 咱们咸菜没了 家里来小偷啊 你胆子挺大 好 一边 妈 她刚刚不打了汤吗 陈晓菱 你 你怎么进来的呀 你先给我拿个水 你再给她死我了 妈 你快给我扔点水啊 姜老师就这么走了 怪可惜的 是啊 赶点劲 你说张弘兴是不是缺心眼啊 这姜老师哪比不上关美洋 是啊 还是没缘分吧 我看他跟关美洋啊 才是没缘分的 没事吧 挺爽的 那个 这边吧 好好好 我轻点啊 我看他们俩呀 够呛 他们俩在一起就从来没消停过 你发现没有 是啊 不就俗话说得好吗 不是冤界不巨头 但是他们俩见面就掐吧 还越掐越上瘾 越掐还越有点感觉了 你别提那个什么不是冤界不巨头 就是冤界路窄 我给你说吧你 我 我 你至于吗 你到底让不让你捏了 你 你 你 辛苦了啊 那就换 换个地儿这儿 换个地儿 他们两个呀 好不了 好 我同意 我同意 就光童童跟那个关比杨那关系 她就 她就很难处理 你说这童童现在是吧 青春期的那小姑娘 难对付人 我把话撂到这儿 你就走着瞧吧 不过这事 这事谁也说不准啊 感情的事是吧 说不定人就成了 他们俩是成了 我跟你说定长江 咱俩就离婚 你怎么老婆跟帮她说话呀你 这 这跟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 那我跟你说点有关系的 弟弟来电话了 又要钱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ответ表情 再见 我嘞扔 你回来了 我跟你说家里出大事了 什么事 ah 你前妻回来了 秦晓琳回到了 先不跟你说 帮你女儿房间去看看吧 哦 你怎么吃成这样 我吃成这样我会吗 陈晓菱 陈晓菱你怎么回来了 别吵倒时差嘛 你倒什么时差 你倒时差回酒店倒去 陈晓菱你怎么进来的啊 我想我闺女了 回来看看不行啊 不是 你怎么进来的 王国怎么进来的 当我当这门也怎么还不敢 你到底怎么进来的 你回来怎么也不说啊 陈晓菱 陈晓菱 回开 乃英 她妈想不想 lado 我的指导 乃英 1 3 2 那你这孩子 怎么见了我跟你爸说的一样啊 妈妈想你了 回来看看你不行 好 你想我了 当初你和David 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上 你怎么不想想我呀 离开这么久 一个电话关心过我的都没有 你现在怎么想起我了呀 你看你 在这儿待了几天 什么都没学会 你学会咬嘴滑水 你干吗呀你 董董 先洗手 先吃个苹果 琳达 你干吗呢 琳达 你干吗对妈妈这样吗 董董 回来了 妈 我很爱你 我太爱你了 妈 我也很爱你 不对呀 妈妈怎么觉得你瘦了呀 她没给吃好东西啊 你现在长身体要多吃点 知道吗 你胡说什么呀 妈妈 妈妈 你会在这儿待多久吗 可能永远 真的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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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你 你赶紧做饭吧 妈 你饿了吧 奶奶今天没法做饭了 东西都给你妈吃了 恨不得连葱都没了 那我们出去吃呗 正好 开顶课啊 你想吃什么吗 烤 好 走 走 走 彤彤 妈 我给你一个 来 提醒你啊 我们已经没这层关系了 那我应该怎么称呼您 那我应该怎么称呼您 叫我林老师吧 听着舒服 行 您高兴就好 林老师 我敬你一个啊 一杯福酒天福天寿 我干了 你随意 红星 咱俩也干一个呗 我开车不能饿酒 彤彤 吃点烤药吧 这家烤药特别有名 彤彤 吃 行了 行了啊 你别蹦蹦记得 你爱喝不喝 这杯酒我尽我自己 一杯祝福 祝我自己永远都幸福 去了美国酒量健庄 还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你这算是关心我吗 一日夫妻百日恩 看来我在你心里还挺重要啊 你爱喝就慢慢喝 这瓶都是你的 没人跟你讲 彤彤 彤彤 吃 那你也吃点 彤彤 问问你妈住哪个酒店 妈 妈 你醒醒 妈 你住哪个酒店 你醒醒 妈妈 妈妈 你住哪个酒店 你告诉我 你说 不 你醒醒啊 妈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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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问了 来 爸比不行啊 爸 没说 因为我 typically Brid cz 利, 都说不得不 laugh 你真的是他 我也完蛋了 这是一 turn 走吧 你行吗 我行 我行 你放心吧 没事 记得给我打电话 起来吧 他们都走了 这什么都怪你儿子 行 行 我说你又搞什么鬼啊 我先去冲个澡 冲个二的妈妈跟你说 等我啊 我这资金吧 其实分了好几块 好几百万呢 之前有一部分吧 在一个农业生态项目里面放着 然后剩下的就全都在股票里边了 听您这样得是个千万富豪吧 我看着不太像啊 低调啊 我人身作用名就是低调 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长线项目 与其收益值其实挺 其实挺好的 我跟你说啊 我手里还有一个大型的娱乐项目 准备开始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 我倒是挺感兴趣的 不过我能干什么呀 投资啊 我们这项目已经投了三百万了 然后现在还有一点资金缺口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你投个三千块吧 对吧 然后我每年给你分百分之十八的红 然后明天就可以谈合作的事情 你觉得怎么样 三百多万的大项目 你差我这三千块钱 你是不是当我傻呢 那 那 那你投 那你投五千 投五千行吗 不是 灵娱叫勸借 吓死我了 雷cken 我这是在哪儿啊 你喝多了 掉沟里了 我喝多了 那 那谁送我来的呀 警察 妈 那我没事吧 都检查过了 啥事都没有 酒醒了 可以出院了 我觉得 我好像有点头晕 你浑身上下 只有脚踝擦破了一点皮 如果你觉着不放心呢 明天早晨可以做一个 脑部CT检查 算了 算了 CT那得多少钱啊 医生 我就是 我想问问你 你 你是不是 那个人的头在那个重创之后 就特别容易投晕啊 然后还有丧失记忆 什么什么这种 是真的吗 就你现在这个精神状态 是不会出现那种症状的 并且你头没伤着 你头晕多半是因为酒精 还没有完全挥发的缘故 放心吧 大师大夫 我 我最近总是感觉头晕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总是头晕 之前受过伤吗 受过 一个月以前 我建议你还是做一个 脑部CT检查吧 好吧 至少 我现在还是要做一个 你怎么想要做什么 你怎么做 现在还要做什么 你怎么做 今次目的 你怎么做 我只是想要做什么 这么好戏 妈 那个 我猜呢 她也待不了几天 所以您就看在您 孙女儿的精面上 您就多淡淡一点 我知道了 刚才愿意跟她一起去吃饭 还不是为了你啊 不是为了烤鸭 我就知道 我妈人民教师 通情达理 温文尔雅 十年树过百年树的 行了 行了 别耍屁了 我告诉你啊 姜老师的事 我还没原谅你呢 妈 现在大敌当前 咱们要团结一致 抵抗外辱 行了 知道了 等你前妻走了 再拿你试问 好了 行吧 那个 早点休息吧 妈 你也早点休息 来 宝贝 等妈妈好好说说话好吗 我跟你说清楚啊 我之所以会留在这儿 只是单纯的因为 我不想回家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妈妈专程回来看你 你不能够我这个态度啊 我还有正事要问你呢 我就知道 你爸他现在是不混得挺好啊 P.A.G.的创业总监 应该还不错吧 不过他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有句古话叫 一夜夫妻百日恩 我俩现在虽然分开了 但感情基础还是很深厚的 还有一句古话啊 夫妻好比同龄鸟 大难临头 各自负爱 我说你在国内学了些什么呀 这个地方用得不对 你别乱用 人家会笑话你啊 人家现在心里 只有那个关美扬 劝你死这份心吧 他俩还在一起呢 你这么久了 这么久了 感情还挺深厚啊 情比金剑 喂 你好 前台 请问你今天退房吗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这才几点 我刚从美国回来 我要倒时差 对不起 如果你今天 不需要退房的话 请到前台交一下业金 谢谢 行 行 行 我一会儿就退啊 不住了 不住了啊 稍稍晚一点 嗯 你要退房啊 你要回美国了 谁说我要回美国 我这刚回来回去干吗呀 看你退什么房啊 我跟你回家去住 不合适啊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张红青是不是你爸 嗯 林峰一是不是你奶奶 嗯 我是不是你妈 嗯 那咱是不是该住在一起啊 嗯 不不不不 那是她家不是我家 行了 行了 小孩子别操弄多心啊 你快去说 安西连妈妈带去逛街去啊 我不去啊 我不去 我们要退房啊 快去 快去 我去 快去啊 去去去 快点啊 了 你弄我太丰盛了 来 尝尝我专门给你做的鸡鱼汤 吃饭 谢谢 你尝尝味道给我打个分 我尝尝 好喝吗 好喝 真的 这个菜呢是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 你妈在做饭我偷着学的 你还记得吧 那时候你前妻还在呢 怪不得我说这味道这么熟悉 原来是跟我妈学的 其实呢我觉得我跟你妈挺两个来的 还是能处得好的 那这段时间呢我先把厨艺练好 然后先过了童童这一关 再给你妈好好处一处 胡说人家说先遣小姑肠 你是先遣童童肠 其实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你说 就是 对不起 喂 来 张红星 出事了你过来一趟吗 是 你要再不来 你的闺女可被人扣下当童工了啊 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 你这么说谁信啊 你爱信不信你亲闺女看你管不管啊 在哪儿 我可以发个位置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可能还是有点状况 我得先去处理 要我帮忙吗 不用 我回头跟你说 我走了 我走了 行了 回去吧 你最近有没有听你爸说 他跟关美洋有没有要结婚的意思 你能不能不提这三个字啊 我烦 好了 别担心啊 妈妈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我知道我在 在美国这么多年 都没让你过上好日子 是妈妈没能力 你要想乱什么直说 好 彤彤 妈妈想明白了 这些年在外边兜兜转转 妈妈是再也找不到一个人 像你爸爸那样对你好 所以这次我回来 是决定要跟你爸爸复婚 赴婚 复婚 那戴维呢 跟你比起来戴维根本就不算什么事 妈妈为了你可以放弃所有的一切 我算是听明白了 你呢 为人家戴维给甩 然后从美国回来 就想跟我爸复婚 等等啊 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声明一下 是我把戴维给甩了 不是戴维把我甩了啊 你既然都知道了 会不会支持我 没什么支不支持 反正呢 我爸现在也是单身 所以他跟谁是他自己的自由 你要是有本事啊 回到他身边 我肯定不反对 反正我明天就回学校 你们俩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不过有一点啊 你们俩事千万别把我唱着去 还有 不许进我房间 好 我都知道了 来 您好 先生 好 请问要点些什么呢 有什么推荐的吗 那您先看一下这个菜单 好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小心把信用卡 挨折了 先借我点钱 你不知道怎么让人扣了吗 我没钱付账 那人家肯定要把我们扣不下呀 你睡觉的时候 怎么能够把信用卡弄折了呢 骗你干吗 拿点钱 你能告诉我你怎么睡的吗 你看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呢 江湖旧集 我是要还给你的啊 快拿 来 不是 真的 账得缘 你也知道吗 这个吧 这个方面一下 你拿我信用卡弄吗 我信用不是还要带 童彤去旺旺间 买点东西吗 行 你拿走 我卡有密码 你卡的密码一定就是 童彤的生日 这些年了你这点事 我还猜不到了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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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借的我会还的 先去工作啊 重点 快点 你把东西给我看好了 我知道了 那是我亲贵的啊 挣钱就把 挣钱 你俩现在挺甜蜜啊 这小丑拉的 找我有什么事赶紧说 上次张红星跟上官 把我打了之后 这事我还没解决呢 张红星什么时候打你了 不是 是张红星指派的那个上官 把我打了之后 打完我呢 我就一直恶心 投影 眼冒惊心 吃不下饭 游轮刺 我头疼 然后上医院 医生说 我这症状就是 脑震荡后遗症 这事不解决吗 就你这样 还脑震荡后遗症呢 来来来 你自己看看吧 这病例证名单 这是医生写的 总不能我说什么 医生写什么吧 这件事情过去多久了 你弄过这儿有意思吗 派出所已经出过证明了 过去多久怎么了 张红星钱没有给我呀 所以我得找你啊 你找过有什么用啊 张红星这意料费是要赔给我的好吗 人刚刚在这儿 我没有说是给你面子啊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觉得最好就是 死业伤解决 要不然闹大了为难的是你 干吗 不是 别跟我在这儿胡搅蛮缠 乖没有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他那还没在这儿胡搅蛮